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虞书欣说这话应当少女的粉丝很难补对号入座 虞书欣原本的意思是最终会有9人出道 65分是男团 95分也是男团 但是65分的男团出去以后是没有工作的 整段看下来并没有什么问题 节目播出之后虞书欣立马在自己的微博发声称 称自己没有内涵任何团体的意思 还爱特了千春有你的制片人江冰 问他是不是要热度 很显然虞书欣被气到了 虞书欣也是挺刚的 直接问候节目组的制片人江冰 不难看出自从虞书欣加入千春有你之后 节目的很多热搜都是和虞书欣相关的 就在3月6号这一天 就有虞书欣的四个热搜 节目组一直拿虞书欣的话超热度 大家都知道虞书欣是一个小话楼 面对这些信任选手他很敢说 节目当中的选手问虞书欣第一次公演是不是直播 虞书欣回答的是你们的水平能直播吗 作为参加过青春有你二的选手 虞书欣好像已经动气一气了 选手们的实力也确实让人担忧 虞书欣的这句话也上了热搜引起了围观 也总会有人质疑虞书欣的实力 他说选手的水平没有办法直播 那他的水平又有多好呢 所以这句话也是有奇异的 给虞书欣带来了很大的伤害 为此虞书欣也发微博称 自己的水平直播也需要练习 还让大家多支持弟弟们 光是3月6号这一天 和虞书欣相关的热搜就有很多 并且热搜对虞书欣并不友好 这让虞书欣在一天时间内 发了两条微博为自己澄清 也难怪虞书欣现在这么生气 节目组为了热度一直把他推出来 让他被质疑被骂骂 作为助教 虞书欣有在认真的帮助这些选手们 告诉大家怎样面对舞台 还讲述了他参加节目的一些事情 比如乃丸在选秀当中瘦了20斤 也希望弟弟们能够努力 毕竟青春有你的舞台 可能是他们一生中最高光的时刻 出道及巅峰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节目组没有把虞书欣好的一面展现出来 而是一直挑他有争议的话去解读 这一点也有一点过分 既然是要做选秀 要选男团 何必揪着一个助教补放呢 将必现在被虞书欣怼也是活该 不少网友表示 将必再这样搞下去 不会青山出圈的 还是只有虞书欣吧 说真的 我作为一个路人 今中午看了这期 虞书欣在N班的评教 我觉得他说的很好很对 别再恶解了 有这几里还不如专心搞好节目等等 零人状碌 不然 你在设计创